是在說什麼是悲心嘛 大悲心 這邊的這個義樂 想法 在藏文的意思是 這個義樂是什麼 是想法的意思 或是它的動機 它的想法 真上義樂是什麼 之前更為強烈的 更為殊勝的時候呢 所以它變成是說什麼 之前有一個大悲心 但大悲心它只是說 我希望眾生可以從 一切的眾生可以從這種 痛苦而出來 到真上義樂是說什麼呢 說誰要去承辦呢 是我來承辦 幫助這一切的眾生 可以從苦當中而脫離的 所以這個是真上義樂 而到真上義樂的時候呢 這邊它就要去思維說 那如果我需求啊 或者我的追求是說 一切的眾生 都可以從痛苦當中 脫離的話呢 那我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啊 不要說別的 我當然去好好的思維的時候 不要說別的 以我現在這個程度來講 我連我自己要從痛苦脫離 都沒有辦法了 我怎麼幫助一切的友情去脫離痛苦呢 那縱使是得到小乘的果位 或者獨爵的果位 或者縱使菩薩們來講 縱使實地菩薩們來講的話呢 都沒有能力去幫助一切的友情去 從這些痛苦當中脫離 它都只有局面性的或者都有局限的 唯有是誰呢 是唯有佛嘛 只有唯有佛 斷除一切過失 圓滿一切功德的這樣一個佛陀呢 唯有這樣子的佛陀呢 才有能力去 如同我這個願望去承辦的 因此呢 什麼 如果我是真的想要利益 因為想要幫助是一切的友情的話呢 我有什麼 我有我自己先成佛嗎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這種的依樂 完完全全是什麼 是為了要使幫助他人的作為基礎 所以就有些人好像說什麼 我們說 常常是說我們說得到冠頂的時候 如果講金剛秤得到冠頂 他說我想要生在什麼淨土啊 或者要生在說什麼佛的國度啊 或者說進入什麼壇城 或者縱使說我們說 常常說我們希望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啊 或者彌陀啊 可以親見到彌陀啊 或親見到什麼 彌勒菩薩啊 或者去見到宗大師啊 或者不管說見到什麼 蓮花生大師來講的話呢 很多人的話 是說 可是他不是 我說我是一個什麼 我想要去當作 我會去說我下一生要去 因為我不要痛苦了 或我要安樂的時候呢 我要去生在西方極樂世界了 我要去做什麼的話呢 那反而是離 菩提心越來越遠了 越來越遠的 他 這個是說完全是什麼 這個就是從 一個我愛子的 或者說我想要得到什麼的角度呢 說我要去做 所以 有些主持大師在 在他的引導 在菩提心的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從我們 最前面的像我們剛剛念的 諸佛正法中中尊 只是菩提我歸一 唯一所行 師等生 為力眾生願成佛 這個發心一直到說 我們進入金剛秤的時候呢 說我們要得到冠頂彈成 雖然對我講到這個我呢 如果沒有培養出 或者串起這個菩提心說 我要得到冠頂啊 我希望生起在極樂世界 或者往生到極樂世界等等的來講的話呢 從這個我來講反而是離 菩提心越來越遠的 反而雖然是說 我希望得到菩提心啊 或我希望成佛啊 我希望 生在 親見到 或者見到阿彌陀佛來講的話呢 這個沒有在串起任何的菩提心了 菩提心的串起是我們剛剛講的 是說什麼是 他從前面要說 去培養出 眾生是樂意的嘛 眾生是樂意的 因此他如果是我們看到 眾生是樂意的話呢 我們就不忍他們的痛苦了嘛 不忍他的痛苦來講的話呢 我不能僅僅說是 口頭禪啊 或者我在嘴巴上 刷嘴皮子說 我要希望他從 痛苦出來 這個是什麼呢 是我要自己去 成敗嘛 我要 從這種的 去 承辦他的話呢 我有這個職責 看待這個時候升起的這個 升起的那個內心 升起的是什麼 我們叫 增上意樂了嗎 增上意樂 那到這個增上意樂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考慮 或者要去思維說什麼 好我有這個心 想要幫助 一切眾生 所以這個 這個時候才會有這種 我要去幫助的 這個才會 跑進來 而不是說從一開始就說 什麼都沒去思維 就說我要得到佛陀的果位 好像 為了我 我的利益 我要得到佛陀的果位的話呢 這個不是一種 菩提心的修持 如果沒有這個之前 而只要說 我想要得到 我要得到佛陀的果位 我想要受到西方極樂世界 等等這樣子的內心來講的話呢 這都不是 都還沒有符合到 菩提心 所以 為什麼在 我們現光傳言論 他就是說 前面的是說 要為他者顧 他前面的這一季是說 前面的 這完全是說什麼 發心為利他嗎 一定是為了利他 作為推使才業 而沒有不是僅僅說 我 希求 佛陀的果位這個心 就一定是菩提心了 這不一定 未必然 而是說 完全是 為了利益 一切的友情 而去希求菩提的 這個心呢 這才是所謂的 菩提心嘛 所以 這是什麼呢 他前面一直到 大悲心的這個階段 都沒有這個是 的發心 或者推動力 都不是說 我要得到什麼 或者 我要去 是說什麼 是到 真上意樂他才 加上這個嘛 說 那個 如果 眾生要從 痛苦而脫離的話呢 我不能就把他擺在那邊 好像要發空怨啊 我怕是 誰去承辦這個呢 是 我要 我自己來 要去承辦嗎 我不能把他推脫 或者推卸給別人啊 沒有說這個 自己想要得到便宜 又把這個責任去推 推卸給別人 那說 就像我們說嘛 我們 看到我們的一等親 受到痛苦的時候 很多我們會說 不顧自己的時間啊 或者 我們的影響 或者金錢啊什麼 我說 只要我可以做到 我一定去做嘛 我一定去做的時候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他看得 是跟我們 非常的 接近 非常的 有相關聯繫 或者他是可愛的 我們要愛護的時候呢 所以我們就說 我來去承辦 好 那在這個時候 身上意樂 升起了說 那我要去承辦的話呢 那 如果要去承辦 這些利樂來講 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可以說 可以是說 吃喝玩樂啊 或者所謂的穿著啊 吃飯啊 或什麼 他還是會不斷的不斷的在 輪在 還是會再產生這個痛苦 還是一樣的 會在這個東西產生嗎 還是只是說 暫時的 幫一點點的幫助 可是他沒有辦法 痊癒啊 沒有辦法從這邊的 完全的脫離 沒有辦法完全的 出離的 那 還是一樣 只是短暫的 好像是糊弄了 一樣嘛 那 誰呢 那 一般我自己 像目前來講 都自己的 苦樂的問題 都沒辦法承辦 怎麼去幫 他人去承辦的 那不可能的 那同樣的 聲文啊 獨覺啊 菩薩啊 也都沒有辦法的 圓滿的 去幫助 一切眾生 去從這邊脫離 那唯有是誰 唯有 只有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那只有佛嗎 只有佛 佛這個果位 或者承辦佛陀 才可以幫助這一切眾生呢 所以 因此呢 在這個 好像說有一點像說 逼不得已或者 因為我是要幫助 一切眾生去脫離 究竟的脫離他的痛苦呢 只能 唯一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只能去 承辦佛陀的果位 所以 為了要去幫助 這一切的這些眾生 從這種痛苦 脫離的話呢 只有在 現在 或者我 只有我可以去承辦佛陀的果位 我才有去幫 辦法幫 所以 在那個時候 內心當中 升起 或那一刻升起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說 他就說嘛 乃至是 綁在 眾生的 這種 受苦的眾生 他只要發起這一顆 內心 真實的發起來的話 縱使是畜生也好 地獄的也好 惡鬼的也好 喔我們都稱之他為什麼 他就是菩薩了 他是依子 他就是菩薩了 不管他的 再醜陋 再美貌 再怎麼樣的話呢 這一位的 再輪迴的人 就是 叫菩薩了 好 所以這個是作為 這一顆心啊 叫菩提心 所以這就是 我們的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 雖然他是一種 希求 佛陀的果位的這個內心 可是他不是那麼的簡單嘛 他不是 那麼的簡單 就是說他只是 一個希求 佛陀果位的 他是 出發心或者推動力是什麼 什麼是完全的 百分之百是 為了 利他者嘛 為了利他者的時候呢 而我去做了 就有一點想說 我們 舉一個例子啦 好像我說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可是你看我們說 我們的 親朋好友啊 或者說什麼他受到 痛苦或者我們父母親 受到苦的話是不是 很多 笑的故事啊 說什麼他是去 割自己的肉啊 或什麼他不是說我自己想要割動我 我為自己 可是是說 因為 為了 這種我 最愛惜的或者 最疼愛的這種的父母親來講的話 縱使我是 自己的痛苦非常的 那種痛苦呢 我還是可以忍受而去做 還是這樣 同樣 發起這個菩提心的時候呢 他沒有一絲的是說 我要 我想要得到什麼 或者 我要得到什麼 當然有 希求之力的 希求之力是什麼是 我 還是有一個說 我必須要得到佛陀果位的這個心嘛 但是 我要得到這個佛陀果位的這種百分之百的推使啊 或者承辦是什麼是 我去 為了要幫助 或者我是為了幫助 一切的如母友情的 一切的這樣子 那從這邊呢 就只要說 唯一的方法是 成就佛陀的果位 所以 以任何 修學 大乘的人 這個是他的 進入大乘道的 起碼的根本 最起碼的根本是在 在這個地方 所有一件之前的 樂意詞啊 大悲心啊 真上意樂 都是為了培養出這個 這一顆的心 同樣 是不是我們說 那密稱是不是在這個上面 就是在 以這個東西為基礎而去 建上去 就是說什麼 如果 我是 希望 要幫助 一切眾生 可以從苦 脫離的 的話呢 我要承辦 佛陀的果位呢 是不是我希望說 我不忍受說我花 太太長的這個時間 如果把他放在那邊的話 我要 累積三大阿森奇節的資良 我之後才成佛的話呢 我怎麼忍受讓 我的 像我 像我母親一樣的 這一切的眾生呢 受苦這麼久的時間啊 我要講 最快速的 最容易的 最快速的方法去 承辦佛陀的果位嗎 他在這個時候呢 他有一個什麼修持 就是我們說 一般 顯教裡面沒講到的 他有一個最細微的心事 我們這個講說在密教的詞彙 他叫什麼叫 原始光明啊 或者最細微的這個心事 如何去培養呢 所以 他是以 這個菩提心作為根本啊 他如果人家說什麼只是說是 說什麼什麼雙修啊 或者 飲酒啊 吃肉啊 或這個來講的話呢 說真的來講這個跟 密稱來講是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這不是密稱的 密稱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講說 無傷 我今天略略的來講啊 我想說我們 下個禮拜就開始回去正文 他在講 那密稱在這個 發心上面來講 為什麼他會 有一些地方允許 吃肉的意思 是說什麼 為了要培養這個身體 因為這個身體的時候呢 是我們得到一個 八峽十滿的人生的 他為了要培養這個身體 他可以 快速的生起 或者培養大樂 他要維護這個身體 為了維護這個身體的緣故呢 他開始說用 要吃好的 要睡好的 要 飲用的 這個是在密稱 是這樣子的原因 不是說 為了要享樂 如果他是為了說 我今天要吃牛排 為了要 因為這好吃 這不好吃 他不是這個 他是說 因為為了要 使這個身體可以 應用 他使這個身體可以 好好的培養的 快速的這樣子的時候呢 培養這個身體這個 這個極細微的這個意識 透過這個極細微的意識 在 時間上來講的話 我 以別人來講 他比如說要花 三大阿森齊節的去 累積的 的質量 我可以用 一身當中 就累積到 三大阿森齊節的質量 他不是說他不用 累積三大阿森齊節的質量 他是在 短短的 一身我們這種的 這種的所謂的 五濁二世的時候 這種的一般的 凡夫的人生的 這樣一個 比如說短暫的 一百年當中 他可以累積到 三大阿森齊節的質量 在這個時候 而去成佛的果位 因為他完全是 以說 不忍眾生的痛苦 為了要幫助這一切的 像如母的 一樣的這個友情 可以 從痛苦快速的 脫離的時候呢 我唯有 可以去成佛 他我要以 最快速最有力的方法 去成的是什麼呢 我要依那個方法去做的 所以這個是以他的 或者如果只是在講說什麼 一種奇奇怪怪的什麼神通啊 或者雙修啊 或者說什麼 你可以吉身成佛啊 或者說什麼 什麼破啊 什麼儀式啊 轉運啊 什麼 什麼開運啊 消災啊 什麼來講的話 這都不是 密教的 核心 修持 所謂的 密教的 核心的 修持是什麼 是 以菩提心這個東西為 他的 根本 和他以 菩提心這個作為 根本的時候呢 如果要 三大阿僧奇節才能成佛的話 因為 我們說三大阿僧奇節 能成佛是什麼 是 一般是說 不是說從我現在啊 我現在這個生 三大阿僧奇節之後 我就可以成佛了 是說我 發起菩提心之後 開始才開始算 是從 發起菩提心之後 開始算三大阿僧奇節的時候 這個來算的話 如果我們算三大阿僧奇節的時間來講的話 我們記得我們在以前三大阿僧奇節算 應該是 十到乘以的 幾萬倍的那樣子的時間來講的 來講的話 那個以算的那種時間的算法是 很可怕的這種時間 是 數不盡的 所以 就像我們說嘛 我們看到我們 父母親受苦的 不要說 20小時我們 一分鐘都不忍他 重受痛苦嘛 同樣在 看到眾生的時候 你說你怎麼忍受 可以忍受到說他是 三大阿僧奇節的這樣的時間 讓他 苦在那邊 或者說我忽略他們的 不可能忍受嘛 所以只好說我如何以 最短的 最強而有力的 最快速的方法 去承辦 剛剛說的 慰力 一切的這個 如母有情 而希求佛頭的果位的方法 最快是什麼呢 他有一個說叫 密稱的這個方法 而不是說 我們後面的那種奇奇怪怪的 那種 怪力亂神的那種說法來講的話 不是說他 沒有這樣子的修法 修持 或者沒有這樣子的威力 就像在想 就像在想教裡面 我們等一下 下個禮拜下一次上課開始 他會介紹到 比如說 五眼啊 六通啊 什麼真的在這個 險教裡面就有講的 可是 這不是險教裡面的修法的 核心或重要性嗎 他主要是說什麼 也是剛剛講的 菩提心 空振見 出離心做這個 同樣 密稱來講的話 這一切也都是以這個 出離心 菩提心 空振見 這三個是 一定要的 一定要具備的這個條件上面來講 他才有說一個 更強而有力的修持 以前我就會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 密稱就等於是說什麼 他是對一種 特殊的鎖劃機 我們是不是也有看到的 有些人是說 你看我們國民教育是不是說他一般從 幼稚園到 12年級他有可能要花個 15年嗎 假設我們說 他幼稚園讀三年 按從 一年級到12年級來講 15年的時候 一般的人他是花 15年的時間嗎 可是有沒有那種特別聰明的 他比如說他從 7歲8歲9歲 他就去開始讀大學 有這些例子嗎 可是是 非常少數嘛 我們說現在來講 那等於說 密稱的條件是 就等於是說 是那種 剛剛說的那小朋友說 一般人 常人來講他是用 15年的時間 可是這小朋友有可能他就是 從 出生 開始讀書到 他可以讀大學他就花個 兩年的時間 三年的時間 他把所有 應該要學的 要有的知識 他以一個 簡短的 不是說他沒有這個知識 他是把 用 短的時間 或者更大的努力 在 很短的時間把這個知識都培養出來了 同樣 在密稱 修辭來講的話呢 他不是說不用 三大阿神奇蹟的資料 他不是說沒有要修六度 四色 他不是沒有說要修 菩提心 空正見 出力心 他是以 短短的 一生 或者有些人講說是說的 三年的時間 或者更短的 一座當下 可以成佛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這個一座 當中 他把 需要培養的 這種三大阿神奇蹟的資料 全部都累積起來的 他還是有方法的 透由 傳承善知識啊 或者說的話呢 的教授 如理的修辭 不懈怠的精進來講的話呢 他在一生當中呢 他可以把這些的全部培養出來而升起 可是 這一切的關鍵 還是在說 以菩提心 作為他的 基礎了 沒有這個菩提心的基礎的話呢 這個說什麼 極深成佛來講的話 那是 沒有這件事情的 同樣 說什麼的 破瓦法 或者說什麼的話 所以我為什麼說 我常常看到有些人說 人家修破瓦法 他什麼吉祥草可以插在頂上啊 或者什麼他 什麼什麼來講 說 那 還好啦 那我說縱使你有什麼能力 再有這個能力 我也不會覺得說 是什麼 我們說 破瓦法的真正的奧妙是什麼 是 我先說不要說你吉祥草能不能升起來 我說你菩提心 到什麼程度啊 我們談談看菩提心的程度的話 這才是 這才是 難的 這也是在大政裡面 最難升起的 我常常記得我們 嗯 嗯 嗯 現在在尊者的 呃 有一個老師叫 治疾江榮不確 他以前常常給 道次的教授的時候 他就說了 他就說了 我們一般來講說 講 講菩提心的教授的時候呢 很容易懂 一懂 好像我們就聽得到 說要把 一切的如母有情啊 看成人家說什麼 和愛可親啊 他就這樣子 而去要培養大悲心啊 真善一拉 菩提心啊 等等這樣 嘴巴說得容易了 說他也容易懂 可是要內心要升起感受來講 是很困難的 倒過來 可是講空性的時候呢 是 很難懂 這樣翻來覆去 翻來覆去 可是你 不斷地去思維的時候呢 思維的話 他會越來越明細